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我是大铃哥 欢迎收看今天这个奇谷先知 今天加均指数我知道因为周选择决结算 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表现应该是很惨烈 我记得一跌了350多点以上 属于大峰跌 而且今天的成交量你们有发现 今天的成交量其实有冒出来 更重要一点 他已经将那个上周五反弹的这个 小区间的平坛基本上也给他破坏掉了 那很多人都在怪川普投入2.0 就是川普前天 开始讲话说发那个什么关税问题 有什么问题 但是 大铃哥其实今天标题 我跟你讲说 其实川普他这个人 这位先生 他其实 嘴炮的几率都比较大 我一一的给你做讲起好不好 那你看 他的习惯 你们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川普这位先生他其实非常习惯 而且他也非常喜欢 他透过网路平台 干嘛 放嘴炮 那你看他这一次这个关税的涉略 基本上他就是 在他自己的社区平台 直接宣告出来 他要对哪些国家 有谁 加拿大 墨西哥还有中国 可与重税 经过昨天一天之后 这三个国家 重量级的人 他们就开始 有所反应 你看这个加拿大的总统杜鲁 他也说 美国 你从我这边 进口六成的原油进去 你今天要对我施予 关税 关税的话 你要考虑一下 你国内有六成的原油 是我给你的 然后呢 这个下面是谁 重点是这个 中国 中国今天的这个发言人也开始 有做一些回应 但是你们要去思考一下 为 川普在选前 要科与 这个税务 最重的国家是谁 中国 他那个时候说要科多少 要科60% 60% 六成 那你看他说 礼拜一 他宣告他说要 调 升那个关税的时候 反而是只剩下10% 为什么 然后 第三个 墨西哥 这是墨西哥 新选上的 这个女总统 薛恩鲍姆 我们刚刚的导播 贝拉 小妹妹竟然跟我说她是贺锦丽 真的是 眼睛 脱了汤 赫锦丽 不是赫锦丽 是美国这个新总统 其实也开始有做很强烈的回应 你今天帮我 调升关税的话 我会给你做 这个 报复级的这个 干嘛 反击 看起来其实很 很强烈 对不对 但是 but 不懂的人 只是看门外 的这个东西 懂的人 我们就看里面的东西 好不好 大铃哥 我就要告诉你 投资小白 你要看过来 如果你单纯看到 川普讲话 你就吓到话 你要看过来 这样想 今天美国有60%的这个原油 是从加拿大这边进来的 那你今天对他 支予这个报复税 25%的关税的话 你试想一下 加拿大这边 绝对也会使予相对应的回应 你国内有六成的原油 是从对方那边拿过来的 当你国内的能源 来源也被调升了相对 20%到25%的话 你想想看 国内的这些民众 受得了受不了 这是 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 我刚刚说过了 选钱对这个中国 拿大棒子 敲的很重 他说我要给你调升 60%的关税 结果现在为什么 轻轻放下 我只变成了10% 选钱 那个炮 打得很响 那现在正是要让你选总统 要让你去调升了 你反而干嘛 只放个 小泡泡而已 代表说 他很习惯 随性所致 他想要讲什么 他就是讲什么 真正 政务在做实行的时候 毕竟 还是要透过他后面的幕僚 才帮他做 最后的做决定 然后第3个 墨西哥刚刚说过了 墨西哥他要帮他 调升25% 因为什么 毒品的问题 可是你们知道吗 美国产业在墨西哥这边 设厂的 最大的一个产业是哪个族群 你知道吗 汽车业 福斯通用 还有 他最好 最 重要的伙伴是谁 马斯克 特斯拉 特斯拉在墨西哥 设了好几个 所谓的超级工厂 那 你们 可不可以去想一下 今天如果川普他真的要对这个墨西哥 我给你科25%的调升这个关税的话 请问特斯拉 会不会受影响 老板 他会觉得无动于衷吗 所以你们想一下 嘴巴讲是一回事 可是背后的这个政治权谋 你要去想一下 对谁有利 或是对谁 没有利 所以呢 想当然了啦 特斯拉 那个总统 不是 那个老板 现在都还带他在旁边 他今天说我要对你墨西哥 调升25%的关税 你这些汽车产业全部都死光了 那你请问 你做得下去吗 一定是做不下去 所以 结论 大林哥 我可以跟你讲 他关税 喊这个基本是喊假的 然后呢 目的就是要你这些国家 来跟你来做谈判 但是 就是所谓的 这个 筹码问题啦 商业贸易这种战争 基本上我们都不是做死打死 通常都是用干嘛 如果你们有稍微对兵法这种东西稍微有研究的话就可以知道了 然后呢 但是我也会跟你讲说川普 他习惯 透过网络平台持续放这种恐吓的话 会造成 市场波动 一定必然 而且会一直 持续的发生 但是呢 十之八九大概 只有一半的 几率会成真 所以呢 大家有时候不要把他看得太 干嘛 太当真 好不好 好 那第二个主题呢 鸿海复制七月是真的 昨天那个贝拉小朋友是不是跟我在录节目 录那个 什么 什么 Good那个叫 财经股友胜那个 他也有提到 鸿海 大铃哥之前有提到说他要复制七月 其实那个几率其实现在是越来越高 但是鸿海 你今天 表现好像也不怎么样 而且还说很低 基本上他是 电子F5里面 其实走势最低的 他跌 也不是今天才跌的 你没有发现 其实11月14号的时候 就是美股CPI公布后 大铃哥的节目 上面已经有跟你讲过了 也提醒了 你鸿海 干嘛 一卖不一买 我上面都给你很明确 给你列出一个详细 而且提醒你 从11月14号就开始了 甚至在本周一 11月25号 鸿海大涨3%多 说在当天的最高 我在我的节目也公开跟你讲 鸿海 他11月25号那天的收盘 绝对不是买点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两次特别的提醒 你没有发现 这个是鸿海K棒图 我画了两个黄圈圈 就是我在节目上公开给你们提醒的位置 第一次提醒危机 第二次提醒危机 到今天 目前的位阶 你可以看一下 我每次会公开给你提醒鸿海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在 Key Point 大铃哥我要正经讲的原因 就是说 市场很多老师 有很多information 会告诉你 鸿海有多好 有多强 但是 当他出现危机的时候 从来没有人跟你讲过 只有大铃哥 我会给你去做提醒 很多 投资朋友不了解 都以为大铃哥 好像在打压他 要去唱衰他 可是事实上来讲 你没有发现 每一次大铃哥会提醒你的位置 都是 都是具有关键性 如果你当时有稍微听进去 也稍微来问过我的话 你看鸿海跌到今天这个位阶 已经跌了多少 你绝对就不会受伤 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下 我不是在吓你 也不是在害你 我是想要帮你 好不好 然后 我也说过了 鸿海他的问题 不是在公司的本质 财报一定好 一定没有问题 产业没有问题 我也说过了 鸿海 跟很多好公司都是一样 今年最大的问题 就是股价涨太多 他的股年度的乖离率 就超高了 所以你想要他后面还有什么 很好的表现机会 真的 不容易 你要相信这个 统计学上 告诉你的答案 然后 这个是7月份 当时11月 史沙就预告说 他会复制7月份的走势 你们自己可以比照一下 红色线 就是所谓的上升趋势线 还没跌破以前 他走的格局 是不是很像 那跌破上升趋势线之后 走的那个黄圈圈的格局 是不是也很像 所以才会说 他基本上 复制这个7月份的走势 真的 百分比 真的很高很高 所以我不是要吓你 我是希望你能够避开 像7月份那种修正的东西 好不好 所以呢 今天节目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鸿海 这一次出现修正的时候 他毕竟会跌到一个低点 就开始上涨 就跟那个7月到8月那个是一样 你想知道说他这一次修正的低点目标会在哪里的话 我欢迎你交个LINE 跟我做询问 因为我要说你一句话 你只有避开风险 你才有本钱 再进场 要听清楚 你只有避开风险 才有本钱再进场 不要让自己套高 然后要买的时候 干嘛 你跟我讲说 很抱歉大铃哥 我的钱全部都卡在上面了 我想买 可是我也没办法买了 这是不是很可惜 那之前有分享 昨天 电子F5之一 还有联家君之一 你们可以来看一下 今天大盘 是不是跌了350点以上 这个是 今天这档股票的收盘 大盘跌了350点以上 算崩跌了一种格局 而且量非常高 结果他这档股票 他大跌了一块钱 他是相对强还是相对弱 我们在看一档股票的强弱 就是用这样来做比对 当大家都很弱的时候 他反而不弱 就要特别去注意 他很有可能是 后面 当大家开始反弹 或是涨的时候 他就会是Lead的 带头者 好不好 然后联家君 刚刚说过 大盘跌了350点以上 他跌了两块钱 你想想看 为什么大家 东跌的时候 他跌的幅度 相对比较小 而且他成交量 越缩 跟越小 好 今天大盘表现不好吗 大连哥我安慰大家一下 好不好 重点在明天 还有后天 未来这两天 美股因为感恩节 他会做修饰的动作 所以呢 第1个 台湾加均指数 成交量一定会 激动 意思说他的成交量会非常非常的低 会急缩啦 为什么 老外都去吃火鸡了 所以你们放心 未来两天 通常不会有什么所谓的外资卖压了 然后呢 在这种情况底下 加均指数通常是最容易 干嘛 走自己的盘 意思说他非常容易反弹 因为 成交量量说 你要他再跌 很难 所以大连哥我会跟你讲 礼拜四跟礼拜五 大盘很有机会会趁美股感恩节 开始做反弹 当然啦 他的格局现在已经做破坏了 所以未来两天的反弹 你要好好把握一下机会 好不好 然后呢 再次提醒 你如果吃红海 或者你想要买红海 赶快来加入大零格Line 你只要问我 我就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 这一次他修认的低点目标 会在哪里 记住一句话 避开风险 你才有本钱 在进场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